台湾反核话题再度延烧 这次更集结了演艺圈众多人士 由菲尔主唱《非感昭》 陈建宁创作歌曲 包含林志玲、小S、黄晓明、黑人、蔡康永等 一同齐心接力合唱《孩子的天空》 用歌声表达抗争 20日举行歌曲MV首映会 亦有十多位艺人相继到场支持 这次录音不管善不擅长唱歌者 都愿意为了这个活动开金口现唱 着实令人感动 而整个录音过程中 林志玲的嗓音就大受陈建宁好评 选为首居演唱者 这不仅还让小S有点吃味 而她的声音其实 即便不是有多么厉害的歌唱技巧 但是完全符合切种了这首歌的精神 所以基本上在录完的时候 我就决定说 她的声音非常非常适合第一句 当然只有一个人跟她抢 大家都没有意见 这个就是小S 小S知道说为什么她是第一句 那我说没关系没关系 那不然你就接到她后面好了 所以小S唱得特别认真 那她说到时候要请大家给她一个评论 到底是小S唱得比较好呢 还是你自己唱得比较好 真的吗 看来歌曲一出 两家粉丝不免要来一场唇枪舌剑了 不过从专业角度来说 建宁老师更偏向谁呢 那你觉得志玲跟小S 谁唱得比较好吗 这个问题 我觉得 好 我下一次那个华人新华大道录影的时候 我会问一下所有的评审 其实我觉得都有爱心 对 但都唱得非常非常好 双方都不得罪 却为真理啊 东兴娱乐 整理报道